OK 各位我是YES 今天呢我們要來換輪胎 因為我的輪胎在上次測試完之後 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說 身為一個 親戚很直家的男人 加上這個刻苦型Youtuber 我們這個中間的排水線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啦 剛剛那是開玩笑的 大家如果輪胎到指示線就要去換了 哇 每次在停車場 我都覺得我的排氣管的聲音好大聲 我能了解為什麼大家要炸本康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 我只希望我在前往車行的這段路上 不要滑死啊 因為那個輪胎很恐怖喔 我現在麥克風可能收不到那個音喔 因為現在我的後輪呢 它其實在滾動的時候 會有那個輪胎黏到地板的聲音喔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喔 就是很像是 你拿一個軟膠在地上 然後一直有黏到東西的那種聲音喔 好啦 那 如果我沒滑死的話 大家應該就會看到 接下來我出現在車行的畫面 好 那我們現在到車行了喔 先給大家再看一下我們現在的輪胎狀況 好低血耶 出發 騎帶換上新的輪胎 只是我的專屬祭司不見了喔 我們現在等他一下 喔 抽出來一點 抽出來一點 不要亂戳啊 有有有有 有有有 第一次啊 會找不到 沒錯 這一次我們有來到了豪原來找老闆幫我們換上新的輪胎 那這一次選擇的輪胎呢 是PowerGP 因為YES哥哥的使用習慣喔 我覺得用Power Cup 2還是來的有一點太浪費了 絕對不是因為是贊助的關係才使用這條輪胎 而是一直以來我對米其林的這種黑科技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在之前呢 我也使用過相同等級市場定位的輪胎 像是S22以及Russo Kosa 2 所以呢 這一次選擇PowerGP 也是想要體驗一下 看看米其林這條相同等級的市場定位輪胎能帶來怎麼樣的表現 畫面上的呢 就是我們豪原的車行老闆 人稱綜合賣車不眨眼的東哥 沒錯 一直以來呢 YES哥哥換的所有三角臺都是跟這位兇手 不是而是這位車行老闆所購買的 所以大家剛剛可以聽到啊 他剛剛第一句話居然是說 哇 騎的都沒有抱台 就是在暗示我說 欸 怎麼這麼久沒換三角臺了 那這一次呢 也因為我的後輪胎壓偵測器先前的時候已經沒電了喔 所以趁這一次換輪胎的時候一起換上 那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在上次輪胎測試完之後 很多人問我這到底是哪一家的 好 這一家是 我再講一次是 好 那個歡迎廠商付費解碼 欸 它有這個線耶 這個線為什麼要做有顏色 這個意義是什麼 看得出來是新的啊 這個意義是什麼 自己磨掉 你有騎過就磨掉啦 那剛剛那個叫生命線嗎 對啊 那這個叫什麼線 這個是 兔女線 好啦 言歸正傳 相較上一次PowerCup 2 我是選擇19055的後輪規格 那這一次呢 使用PowerGP則是來到18055的規格 因為在MT09的原廠後輪 這一支是5.5的情況下 兩種胎型都可以安裝 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過的這種不同輪胎規格 其實還有18060 那對於我而言呢 18055可以說是最舒適最靈活的一個輪胎規格 而當初會選擇19055的PowerCup 2 這種後輪的規格呢 是因為要去跑力保賽道 想要在彎中有更多的穩定性 而我使用過的18060的這個規格呢 只是之前使用被耐力的V3 則是能帶來更快速的傾倒速度 當然這三種規格都能帶來不同的特性 但如果大家都是在一般市區使用 甚至跑跑3呢 我還是建議大家都是選擇18055的規格 會來的更舒適更靈活 因為像之前我換上19055甚至18060 都會覺得避震器的回饋變得有點硬的感覺 而這一次的PowerGP一樣是採用2CT Plus的複合技術 只是大家可以看到中間的這一塊 取而代之的從原本PowerCup 2的炭黑 換成了二氧化系 而且也來的更寬了 而這一次呢 在車行也很巧的有一條Russell Cosa 2 規格都是18055的 也擺上來給大家比較比較 可以看得出來Russell Cosa 2的胎型更簡一點 而PowerGP則是來的更圓潤一點 而PowerGP跟PowerCup 2呢 兩條胎型看起來是幾乎一樣的 那這兩條胎的差別呢 就是在於排水的溝槽 以及中間從炭黑轉換成二氧化系 而且來的更寬了 但是都採用著一樣的複合技術 所以也讓我非常期待 在不同的材質下 這條PowerGP又能帶來什麼樣的表現 那話說回來 二氧化系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其實在我剛開始上網查閱這項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相當矛盾 因為我看到的是二氧化系 具有增加耐磨性但減少抓地力的效果 也看到有增加抓地力但減少耐磨性 這種相反結果的資料 但我們也在市場上看到許多的輪胎 紛紛在輪胎中加入了二氧化系這種化合物 實際能帶來的效果 我想每家廠牌都有不同的科技技術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二氧化系能帶來濕地的抓地力 同時降低輪胎的滾動阻力 也就是說增加了耐磨性 但在換句話來說就是降低了甘地的抓地力 又或許這些輪胎廠隨著科技的日行月翼 已經打破了剛剛提到的這種雙面刃的規則 又或者是在這兩者之中取得到了一個平衡 如果是這樣講白了就是在考驗輪胎廠調配的輪胎 根據不同的市場定位調配出不同設定的輪胎 來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當然在市場中也許會有同級巨這樣子的輪胎 但這就好像你去了一家店吃了一道菜 你覺得太鹹、太辣、太油 降白了就是能不能符合你心中的需求 那這一次呢其實換上這條POWER GEP 我是請車廠先幫我打原廠建議的胎壓 然後冷胎壓前36後42 那整體騎下來又是那個 我常常講的就是那個靈活的桿賊 各位 但這叫這條菜 究竟它的抓地力、濕地抓地力、乾地抓地力 還有耐磨性會是怎麼樣 所以接下來呢 一樣會帶給大家一個常理陳述的測試 來去幫大家解惑 那我自己現在這樣 從車行騎出來的這段距離 我的感覺就是很靈活 其他的就等後面 我們做測試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這條輪胎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我是YES大家掰掰